蓝白正是切了分手了 现在各自走各自的路 最后没有办法和 没有办法成婚 这桩婚事终究是留掉了 那蓝白分手之后 现在是要全面开战了吗 还是会这个部分来互相的辅佐呢 来副手正至金童 对决的是星光公主 各自蓝银白银 在今天推出了他们的副手搭档 当然正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侯友宜跟柯文之父的呢 来侯康佩揭晓了 侯友宜搭上的是赵少康 他们要组织的是战斗篮 来巩固基本盘 那侯友宜主跑中南部 赵少康要去走北北基陶 好一个稳南部 一个稳北部 看起来要南北合级 分头并进 那当然赵少康 他就说 因为了现在他如果要来跟侯友宜 来搭档参选政府总统的话 那外界就有质疑说 那他这个接中广董事长的 这个职务是不需要辞呢 NCC目前的表态是说 还要再来了解当中 那赵少康也回应说 一切都有按照选举罢免法 目前因为他只是所谓的候选人 所以呢不必辞中广董事长 如果当选之后真正确定当选 以后呢就会请辞 但他也不会再主持任何媒体节目 来这个呢侯友宜这回跟柯文哲分手之后 找了赵少康确定他的副手 战斗篮 这个基本篮 双方大团结 他大战赵少康 有极战力 国家的意识概念非常的清楚 做人也很干脆 明了 诚信 这好像在暗风水 大家了解 那他也绝非被位元首 发挥专业 不管他的外交 不管他的两岸国防 甚至是内政 都有所琢磨 那回应呢 外界高度关注的 蓝白终于是心碎分手 他回应破局的情形 他说不管是被射局 因为很多人觉得 昨天这场根本就是个鸿门宴啊 郭台铭射局 把蓝银找去羞辱吗 不过呢侯友宜说 不管是射局或是受辱 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非常诚心诚意 却让马前总统哭等五个小时 对前任的国家元首非常不礼貌 马总统虽然受辱 但是他还是去了 好 所以看得出来 侯友宜也为马英九来抱不平 那另外一头 正是跟蓝银分手的柯文哲 他找了谁来搭他的副手呢 找的就是呢 这个呢 吴欣盈 这个谈出最好选择 台湾会赢 用柯文哲的折跟吴欣盈的赢 来做他们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喊话跟slogan 那当然吴欣盈 他这个民众党认为呢 柯文哲认为 因为有金融 还有国际领域的常财 但是呢 很多人的网友 ptt酸爆了 说柯文哲 全台湾2300万人 这么多人 你为什么找吴欣盈 是不是要拥抱 财团金控呢 这个大家也都在看 那当然吴欣盈 有他的一个表态 他说希望未来 用个人的国际观 还有金融的经验 要提供给民众党同仁 以及党部 最后50天 一天要当5天来用 希望帮助民众党来着重 支持柯文哲来拼 这次选战 好蓝白正式分手 柯文哲怎么说 他为什么选择吴欣盈 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 他说整个党内呢 获补姓 跟他最高的 他认为就是吴欣盈 那也有经过党内的投票 票数 他说可以说是 重往所归 同时呢 谈到蓝白的破局 他说啊 他也承认了 昨天实在是一场闹剧啊 对方一开始 就是抱持踢管态度来的 那不是健康的一个态度 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 那就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秉持不互相攻击的原则 因为真正需要赢的是赖金德 最后连线 我们就同步来举张 这回呢 侯友宜副首人选终于揭晓 就是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对此呢 赵绍康表示自己 他是临危受命的 他到最后一刻 都非常希望 蓝白能够合 至于是否会辞掉 中广董事长的职务 则表示说 一切都会依照选办法 选上了 就会辞 最新的状况 我们时间连线戴俊宇 蓝白和宣布破局 2024总统大选 呈现三足鼎立 国民党正式推出 侯兆沛 赵绍康表示 自己当官的兴趣不大 是临危受命 所以昨天我一直跟侯友宇 讲说你还是要 要劝柯文哲到最后一刻 我说柯P变来变去 那我就再联络一下 他也很好 马上他先给我看 我六点多就打电话 有柯P 他早上他那个手机 就六点就打 我就再打 所以那个时候 十点半到十一点又打 那柯P就不接 我就没办法 就说我跟侯友宇 为什么接受 于公于私 于公 就是看到国家 被民进党 糟蹋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都一再掌握 这个柯文哲的这个行踪 一直到确定他登记了 这边才会去登记 我觉得真的是 人之意尽 大家关心了 我的节目怎么办 早上又有人问了 TBS我等于算 辞掉主持人了 中广呢 我的节目也不会主持 那我现在既非党职 也非公职 只是候选人 身份上我觉得 我请假应该就可以了 赵绍康也强调自己到最后一刻 都希望蓝白能和 现在只希望蓝军归队 不能再有其他的想法 必须要集中力量 集中选票 而赵绍康也分享与侯友宜 认识的小故事 是在十几年前 因为弟弟担任 周杰伦海外经纪人遭黑道 瑕疵恐吓 是通过侯友宜的帮助才解决 也因此对侯友宜留下好印象 那也希望呢 这次和侯友宜搭党互补 象征本土蓝汉战斗燃联盟 礼平2024总统胜选国会过半 以上现在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到一个棚内 好 蓝麦和正式的破局 正式的蔡勒 正式的分闹扬镖 那国民党今天刚看到 公布了侯友宜的副手 选择的是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临为寿命 而且也号召蓝营全部要规定 中午就前往了中选会来登记参选 一起带您来还原之急 蓝白河正式破局 侯友宜副手曝光 将由中广董事长赵绍康搭配参选 国民党部洋溢团结拼胜选的气氛 那最后一个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我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副总统参选人 最有战斗力的赵绍康副总统参选人 辉为29年赵绍康重批战袍 跟侯友宜携手迎战 国民党团结 国民党胜利 蓝衣乐观侯兆佩 是本土兰跟战斗兰的结盟 再加上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列布分区第一名 国民党号召蓝军归队拼胜选 我真的就是零为授命 选战不好打 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做什么是容易的事 容易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到我身上 从一路走过来 都是要奋战到底 我们可以分工 北北基宜是我来跑 中南部 侯市长负责中南部 这样大家分工 蓝军必须要归队 蓝军这个时候不应该再有其他的想法 必须要集中意志 集中力量 集中选票 这样才会赢 蓝白河国民党等到最后一刻 前一天军月饭店的柯国会 网友痛骂摆明是鸿门宴 柯国想要做掉侯 柯国背信弃义 赌书翻桌 实在丢人现眼 极度羞辱国民党 蓝白河的火车不出发 但侯友宜夺回主导权 跟赵绍康 侯赵沛 双引擎启动 向2024总统战 全力冲刺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大事已定 现在看起来 这个蓝白切了 各自登山 各自努力 那独立总统参选人 郭泰明在今天下午2点14分 他发布了 退选声明 还真的如同 这是侯友宜念出 柯文哲给他的简讯一样 他退选了 表示成大事者还不计毁誉 最后还说人退制不退 完成政党轮替 改变台湾 但是我们来看看 PTT网友大家反应 狂刷留言 狂酸 有人说你四年后再来 会不会又再来 也有人说 省了一千五百万 另外说好了 猴猴都公布简讯内容了 另外就有人说 昨天搞半天 根本就是来闹的 来狭愿报复的 另外有人说 赖佩霞是最可怜的 我的美国籍 就这样拜拜 跟着你玩掉了 也有人说 有钱每种装效 还有人说 这招只能玩一次 你进百万的零数 是怎样 那群人现在帮你 连数的 不知道在想啥了 也有人说 真的完全不懂 他到底是在干嘛 也有人说 反正你昨天气也出了 退下来 省钱 卡斯在了 是不是在省钱呢 也有人留言说 是不是先下来 省起来 下次再来玩 也有人说 底下两个小弟 根本没在 理你这个大哥的啦 还有人留言说 连数我看都是 塔绿班吧 根本没差 不过这一回呢 蓝白确定 无法合 确定破绝了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 搭配的是自家立委 星光公主 吴欣盈 正式来登记 陈险 2024要选到底了 不过其实在昨天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这场 史上最离奇 最荒诞的一场闹剧啊 这是鸿门业吗 一来呢 这个呢 郭台铭就疯狂在洗脸 马英九更朱立伦 昨天上演蓝白河的闹剧 郭台铭被外界痛骂 你根本故意带着铁锤 社局来教训国民党 你嘴更猛烘 郭台铭 你被刺国民党的黑历史 你之前已经翻桌 现在又来翻桌 完全没有诚信 根本没有资格当统窟 侯友仪是尊重你 希望能够在野 奋懒能够整合 所以放低姿态 你还当真啊 网友也狂声 英派的黄珊珊 稳坐立委 才是导致蓝白破局 最大的受益者 蓝白河正是破局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 确定搭档自家立委 星光公主吴欣 演义党副首 确定组成柯吴佩 选到底 为了这个国家的公平正义 我必须挺身而出 我邀请吴欣言委员 判我毕无反顾 但前一天 侯客郭珠玛 原设想是蓝白最后协商 最后却演变成吵架闹剧 本以为是痛哭的郭台铭 却当众羞辱马英九和朱立伦 是重量级不速之客 而柯文哲也不断跳针 批评国民党 网友就质疑 民众党从头到尾 根本没想要合吧 郭台铭选书就翻桌的人 到底凭什么当协商代表 四年前出来乱的人 不就是郭台铭吗 那这一次呢 他是不是在征召的过程说 我如果输侯友宜 我要全力的帮侯友宜 他有吗 他没有 那他自己还连署 连署的九十几万 害得二十几个人被收押禁键 收押禁键的都是因为帮他连署的 那我请问你 郭台铭的儿子在哪里呢 为什么这种人有资格做统窟 我们要把话讲清楚 为什么要听郭台铭的话 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是郭台铭来决定 在哪里见面 然后柯文哲去配合 我不理解 他有比马英九伟大吗 他有比马英九重要吗 为什么是他决定呢 我不理解 昨天那一场是等于柯文哲 事先跟郭台铭就讲好了 结盟 然后叫侯友宜去 强逼着他要接受 柯侯佩 郭台铭是要当统窟 结果没有想到 他带那个要踢锤去 他哪个踢锤 锤向谁 锤向朱立伦 而且还对马英九讲话非常不客气 说中量级的不输之客 有必要讲到这个样子吗 老百姓都在看的了 民众党鹰派的黄珊珊 成了导致蓝牌和破局的关键角色 脸书也被网友灌爆 网友炸锅炮轰 白皮绿骨的人偷笑了吧 想保送民进党 逆革了钱竟然就没人查 就算柯文哲落选 黄珊珊还是不分区立委 黄珊珊才是最大赢家 战狼们想要摧毁台湾 按照这些都没有问题 他签字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是黄珊珊打那个电话 他动机怎么样不知道 现在看到的是 柯文哲不守信用 人家能够差这么多 讲话不算数 签字不算数 这个账都算在黄珊珊的身上 他未来你可以看得到 他部分区一定有 他们就跟民进党一起 他还可以说不定可以当副院长 他前途是变光明的 可是对台湾民众来讲 大家最希望的蓝牌和 来下架民进党 就是因为有一些的因素就没有了 蓝颖棍子一 柯文哲 郭台名黄珊 等人的一意孤行 就怕不止葬送政党轮题机会 更成让全台百姓陷入兵凶战围的 罪魁祸首 记得希望如初过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昨天这场看称鸿门宴 大家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看清楚了 很多人真正的本性 品性 还有品格 嘴脸 全部一清二楚 这一场在昨天军阅会面 真的场面非常火爆 好 郭台名傻着自己是主持人 一直呢打断别人或是要别人讲话 好 还酸人家 不速之客重量级 还一直骂朱立伦 从见面地点到会谈内容 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 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 他非常不满 他说 侯佑会选择马办来会面 一方面是要保护你柯文哲 另外一方面是要从协商的六点声明基础上 继续完成的意义嘛 但是呢 柯国两个人居然涉局来羞辱 如果蓝白河要合 那么前提是诚信 如果是一个没有诚信的蓝白河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受到 所有国人的坚持 所有的国人的支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啊 一早的过程中 柯主席传简讯给侯市长说 那最后一天我们再来做努力 侯市长马上跟朱主席确定 我们就在马总统的办公室来做集合 而且排开全天的行程 把诚意做到最足 那我们为什么坚持在马办 原因是因为 那也是保护柯文哲主席啊 不然如果你没有在蓝白二会的六点共识 继续谈下去 你不就是毁约了吗 所以基本上侯佑市长提出要在马办 但马总统见证下 这也是保护柯文哲主席 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嘛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整个侯市长跟马 跟这个马总统跟朱主席等了五六个小时 一路等到下午 结果中午就传出郭台铭董事长跟柯主席 在军越设了一个场地 希望邀请我们过去 说真的啦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也知道过去是凶险 我真的必须要讲 这个马总统朱跟侯坐在上面 苦苦等了25分钟 人家从内湖到这个军越都已经提早到了 你们从军越的25楼到这个会场三楼有这么难吗 花25分钟吗 所以昨天我觉得全台湾的在野的支持者 那个情绪那个羞辱的感觉 是到达了这边 郭伴的发言人在现场气焰非常高 然后一直主导战局 而且要发迹的言 所以我在那边看不下去 我说这个柯主席传给侯市长的简讯 不是说要公开会见吗 然后台湾民众党的柯主席过去 不是讲了不要密室协商 不要开房间小房间的政治吗 这种黑暗的政治 不是你过去坚持了吗 你为什么现场要逼朱侯马 进入2538这个小房间呢 其实我炸锅炸在哪里 郭台铭董事长 他进来现场说 我们有两位重量级的不速之客 你作为一个主人 今天马前总统元首级的 在现场你一点尊重都不给 所以我们必须要讲 为什么军越是一个鸿门宴 过去六点共事 原本可以继续谈下去的 柯文哲主席在马前总统 建政下是毁约 那郭台铭董事长 在军越的现场 当着前元首的面前 设局要让侯友宜 进入那个小房间 我们会不会生气 能查吗 如果这个蓝眼选上的确 他们就要好好查一查 那蓝白两党 昨天进行的公开的谈判 最终很遗憾的 没有能达成共事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柯文哲在会中 一再强调 要选出最强的组合 也说有机关枪 为什么用步枪 但问题是 何来最强 谁定义最强 谁定义谁是机关枪 谁是步枪 前立委林卓水就说 最近三角度的民调 猴柯 两个其实都不错的 都差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不多 算是两把都是机关枪 但是柯的生了点秀 所以有时候会卡个蛋 火力还小小输了一点 前立委林卓水直言 柯文哲退役已经清楚地表达了 那蓝白锅三方 昨天的军月饭店的会谈 自称主人的郭台铭 当场不断酸马英九跟朱立伦 不满后遗带着马英九朱立伦 现身郭台铭没在管 直接大算两个人 是重量级的不速之客 日三号蓝白锅 共五个人在军月饭店的 三方会谈 不是主角的郭台铭 竟然还现场抢麦 就是不想让侯仪发言 郭台铭全程控场 不合他的意就不给讲话 难道这就是自称主人的高度吗 郭台铭脚乱一池春水 中场还以尿炖为由离开现场 郭台铭看起来不是尿急 而是跑到楼上喝咖啡 还切一发文似乎想点拨一手 与我无关 不过就在蓝白发言时 郭台铭发言人黄世秋 不仅是频频插嘴 还提及五月征召民调 彻底激怒朱立伦 从郭董也不会去要求朱主席 说检视五月份的十几份民调 千万不要侮辱五月份的民调 那三份参考民调 是每一份都是真实的 对不起 可以经得起所有的考验 黄世秋会后还发文 宣称要向朱主席郑重致歉 表示是十几份四月民调 还有少数几份的五月初民调 要朱主席不要暴怒 火生加油的行为 让网友大酸主角是你 还是总统候选人 什么场合讲什么话都不懂吗 超十分的主持 结果他昨天不是拿铁线去当统户 他拿一个铁锤 后来去泄恨 泄什么恨 当初四五月的时候 没有提名他 是泄这个恨 郭台铭促成烂戏蓝白破局 他也退选更放任发言人 公报私仇 自身捅哭 实在令人想哭 接着让我中章说函 台北报导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